搜水油事件爆發之後 屏東縣衛生局今天上午的10點鐘 將染搜的食品運到了焚化爐銷毀 銷毀的食品包括了如記 臺旭 副桶公司 還有品酒針食品行的商品 種類涵蓋了飯糰 獅子頭 肉鬆等等 總共有五六十噸的問題產品都將一併銷毀 而陸市企業染搜的麵類產品共計有38萬件 連沒有染搜的麵條也全數遭到了銷毀 陸市表示顧及消費者觀感只能夠忍痛這麼做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